大家好,今天我们给大家分享一本《埃隆·马斯克传》 今天这个传记的作者Walter·艾萨克森 这个是在传记行业当中是首屈一指 然后也给这个作品带来了很多的权威感 他是美国的一位专门写传记的作家 现在执教于杜兰大学的历史系 他写过斯蒂芬·乔布斯传 然后还写过弗兰克林传 同时他还写过达芬奇传、爱因斯坦传、基金格传 所以这些人物都有相当复杂 相当丰富的细节和历史的线索值得写 其实要讲埃隆·马斯克这么短的时间 要把人物的所有的细节都分享是不容易的 这是一本大不投,一共有600页 因为埃隆·马斯克是一个名人 所以其实大家对他的细节或多或少都有一些了解 但是这本书依旧能够极其全面的把一位公众人物的内心世界和他生活的方方面面的细节 非常丰富的一些东西全部写出来 我觉得很值得读,非常值得读 如果不是有这样的传记的话 我们应该无法如此像电影一样去看到一个人的人生 就没有机会去这样看到这个人生 我不知道说看着这个能不能给你带来成功啊 不一定啊,如果你怀着这样的观点可能就没必要读了 但是读这样的作品依旧是一个享受 那特斯拉是一个我非常喜欢的一个商业品牌 我对马斯克的喜欢主要是来自于人物的这种复杂性 它可能跟我们的人生是非常不一样的 但是呢,正因为不一样 你才觉得说,原来人还可以这样过 如果要看马斯克这个人的话 我觉得第一件事情是先要了解他的家庭出生 首先第一个非常重要的人是他的外公 非常有意思 他外公最早是在加拿大一个农场里面 他最早做什么职业呢?推拿 他一边就是经营农场,一边做推拿 然后他也是一个建筑工人 后来的话他自己因为在这个农场干的时间比较长 他就慢慢的积累了一些积蓄 后来自己买了农场 但是不久之后又失去了农场 在经济危机当中 他是在一个舞蹈学校的时候 认识马斯克的外婆叫温妮 然后呢,他们四个孩子当中 其中有一个叫梅耶,就是马斯克的妈妈 在1950年的时候,他的外公相信加拿大 篡夺了太多公民的个人生活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接触到这样的一些老外啊 我曾经接触接触到 就他们内心会相信这个世界有一个阴谋论 就个人生活在某一个体制下已经完全没有空间了 所以他外公竟然就决定移民去南非 带着所有的这个家人 在南非的时候呢,因为他外公会很多的技能 所以生活上并没有太差 有一次他还买了一架飞机 然后他在南非的汽车拉力赛 一万两千公里还拿了第一名 他在艾隆三岁的时候呢 教一个学员开飞机 后来撞撞上了一个电线 坠毁,然后他就去世了 这是艾隆马斯克的外公 之所以要讲他的外公乔舒亚 原因是因为在马斯克的整个家族啊 他们有一个非常相同的东西 就是冒险精神 马斯克也是一样啊 他对于危险的容忍是非常高的 那如果我们不去看那些非常复杂的创业经历 以前非常小的事情 比如在晚会上 他曾经邀请一个这种投掷飞镖的 然后他把这个气球夹在自己的两腿之间 然后头顶上也放一个气球 然后让别人扔飞镖,扔飞刀 他不怕 马斯克对于风险的这个容忍度非常高 我觉得这个跟他整个家族有非常重要的关系 那谈到马斯克的家庭 大家一定还要知道另外一个人 就是马斯克的父亲 马斯克的父亲 如果大家读过一些新闻 大概也知道他父亲是一个性格极其乖张 然后马斯克觉得他是像一团乌云一样 非常恐怖 马斯克在聊到他父亲的时候是悲愤交加 有时候会陷入城市 他会觉得他父亲的坏超过所有人的想象 就他没有办法去描述他父亲的坏 实际上在马斯克成年之后 他跟父亲联系已经越来越少 少到会让人觉得惊讶 就基本他们希望断结关系 虽然他父亲对他世家的影响非常多 他父亲是一个非常精明的商人 同时也是一个冒险家 然后是一个工程师 他自己造酒店也造购物中心 他非常喜欢修古旧的汽车和飞机 这点和马斯克的外公有非常相似的地方 然后在埃隆八岁的时候 由于他经常家庭暴力 所以这个埃隆的妈妈就决定跟他离婚 但是他父亲的话 为了争夺孩子的抚养权 每隔几年就发起诉讼 所以他这个埃隆的妈妈叫梅耶 就非常害怕 但是在开庭的前几天 他又会测诉 测诉之后过几年的话 他又会发起诉讼 所以他父亲是一个性格奇奇古怪的人 就他如果他心情非常好的时候 他会表现出亲切可人 美好的家庭时光 可是转眼之间 他就开始骂孩子 他有时候会羞辱孩子两三个小时 而且他做了很多事情的这种道德感 超乎底线之低 超乎很多人的预料 他在五十多岁的时候 对自己的这个妓女 他后来又结了婚 对自己的妓女就开始非常分外的殷勤 后来的话 他竟然和他的妓女结婚 而且有了孩子 这个让埃隆极其接受不了 以至于就断了这个断了他父亲的这个经济的往来 以及其他所有的个人的往来 这是其中的一件事情 那埃隆的父亲当然对于对于埃隆马斯克这个人 有非常重要的影响 如果是如果你知道这个埃隆马斯克内心的这些矛盾 冲突痛苦 以及他所做的所有的事情的话 那其中有一部分会追溯到他父亲这里 所以他可能拷贝了他父亲的很多恶魔般的想法 但是好一点的是埃隆来到了一个更好的环境 然后有一份成功的事业 可能帮他抵消了一部分 这个对于对于这些黑暗个性的这种影响 如果从人性或从疑人的角度来看的话 埃隆马斯克不是一个招人喜欢的人 甚至很多女性可能不一定会喜欢这个人 但是依旧他值得我们这个埃萨克森来写他的自传的原因 是因为他在某些领域某一些方面 比如说商业确实做到了极致 那商业之外的话也呈现了其他对于这个世界很多东西的复杂的掌控力 那这些方面对于很多人来说还是非常有吸引力的 所以我们在读这个书的时候 我在读这个书的时候会想 他真不是一个招人喜欢的人 很像他和乔布斯有非常多相似的地方 但是乔布斯的话 第一个是因为在电脑的这个历史上 他有着像教父一样的这个角色 所以帮他美化了很多 第二是乔布斯已经去世了 所以人们对一个去世的人会更加宽容 他就像一个成年烈酒一样 慢慢的时间长了之后 有一些人性黑暗的东西就飞花了 所以乔布斯也不是一个招人喜欢的人 但是人们对乔布斯的喜爱和怀念可能远远 因为马斯克现在还他还活着 我的意思是在他的个性当中 这些从他父亲当中继承的那些黑暗的部分 就会显得不那么招人喜欢 那埃罗马斯克的童年实际上是在南非度过的 所以我在读这个书的时候 其实我也问自己一个这样的问题 就是马斯克是一个美国人吗 对于大部分人来说 马斯克其实是非常美式的一个人物 他的事业 我们觉得可能他甚至我们都以为 他就是在美国出生的 实际上不是 他小时候是在南非长大的 他的童年 那南非那个时候的话 从治安到整个社会都是非常混乱的 那马斯克在南非这种非常混乱的时期 度过了他的大部分童年 这里面讲到了几件非常小的事情 可以体现马斯克的个性 五岁的时候呢 梅耶就是他的妈妈 去参加一个朋友的聚会很远 然后 马斯克没有去 那过了一会儿他就想去找妈妈 所以他就开始出发 就自己一个人走 然后他弟弟在这个亲戚家 看到他哥哥出现的时候 非常吃惊 由于他怕他妈妈打他 所以这个埃隆马斯克就爬到了一棵树上 然后他妈妈劝了他很长时间要他下来 他就是不下来 然后他弟弟当时说 他说我当时看到我哥哥坚毅的这种眼神 我的内心是一种震撼和敬畏 他说很难想象 就是这个五岁的孩子内心体现的是那种决心 就是五岁的时候 大家你就能看到这个孩子以后 他大概是怎么样的 如果你 如果我们后面再去看他SpaceX Twitter和这个特斯拉的这一系列的商业上的这个创业 你大概可以明白这个孩子的决心是在什么时候就开始体现 8岁的时候他突然想要一辆摩托车 你知道他父亲是一个让人很难捉摸不透的人对不对 所以问他要一辆摩托车是很难的 所以他父亲也不同意 然后呢 这个马斯克就站在他父亲旁边跟他讲我为什么需要一辆摩托车 然后他父亲拒绝他就完全不理他就一直站在他旁边 然后后来实在是太太太 persistent太坚持了 最后他爸爸竟然答应给他买了一辆摩托车 这是 只要是他想达成的目标他肯定一定能够达成 就是 马斯克自己说他在南非过的不是很容易啊 他说南非那个时候暴力是非常不便啊 非常家常便饭 他12岁的时候他爸爸让他去参加那种夏令营 他说在那种夏令营里面就是一个弱肉强食的世界 你一眼不合很多比你高比你大的孩子就开始拳脚相加 所以他经常被打的这个遍体鳞伤 然后埃隆是那种书呆子 他对人际关系一窍不通也缺乏和人之间的同理心 这点和乔布斯真的太像了 在他工作当中他会对继承人员非常粗暴 如果你不理解他的要求你会觉得非常恐怖 他不能理解别人在人际关上的压力和带来的这个痛苦 被他伤害的员工有些时候会问他说一年前你为什么对我这么粗暴 他会非常疑惑 因为他真的感知不到 他的弟弟Kimbo就不是这样 他弟弟是一个非常有同情心的人 那人和人之间差异是很大的 这一部分有一部分是先天的 有一部分是后天的 你不知道人的神经元是非常丰富的 人学会了什么样的这个对事情的反应 神经元之间的连接 这是无法解释的 我觉得这是人的丰富性 但安留马斯克他就是一个这样个性的人 然后他在十岁的时候做了一个非常让人惊讶的事情 就是他妈妈跟他爸爸离婚之后 他在十岁的时候他决定要和他父亲生活在一起 事实证明这是一个非常糟糕的决定 因为他爸爸非常善于打击人 十七岁的时候他说 嗯我不能再跟父亲在一起了 他决定要去加拿大 因为他妈妈其实是加拿大人 所以他决定去加拿大找自己的亲戚 投奔自己的亲属 他父亲说 你一定会失败的 你肯定会回来 但是这个和传记作家埃萨克森 接受他的这个访谈的时候 他说嗯这是我的主意 然后后来证明就根本跟他父亲没有什么关系 来到加拿大的时候呢 马斯克去找了一些亲戚 有一些亲戚住的非常非常远 看到他的时候都非常惊讶 但是大家都非常热情的帮助了他 他后来的话在多伦多找了一份实习的工作 然后他妈妈也从南非搬到多伦多 他妈妈年轻的时候是一个模特 也非常漂亮 所以他在南非 他在这个多伦多找到了一些这个模特的工作 但不注意养活家人 所以后来他妈妈做了三份工作 非常的忙碌 也没有太多的时间管这个马斯克他们 Kimbo他的弟弟当时还在南非读高中 所以还暂时没有过来 然后马斯克后来的话就申请了 加拿大的一个大学女王大学 那读了两年之后 他觉得在智力上的挑战不多 所以后来他就决定去美国 因为有一年他去美国和他爸爸去美国旅行的时候 他爸爸跟他说你以后要来这个地方 他应该是受到了其中的影响 所以他申请了冰大 大家知道冰大是美国的一个长青藤学校 排名非常高也是非常优秀的学校 那马斯克当然也是非常聪明的学生 尤其是在数学和物理上 但是他没有钱 非常幸运的是冰大当时给他提供了一万四千美元的奖学金 同时给他提供了助学贷款 所以他很好的解决了这个生活费的问题 到冰大的时候他的生活要愉快的多 学术上的这个挑战也愉快的多 他当时提到在冰大的时候 他有一个因为马斯克是个书呆子 他很难认识很多朋友 但是他和中国上海来的一个孩子 结成了深厚的友谊无话不谈 叫任宇祥 任宇祥从我们能找到 关于他学习求学的经历会比较少 但是我们大概也知道 任宇祥是出生在中国的上海 后来本科的时候读的是冰大 在大三的时候呢 和这个马斯克成为无话不谈的好朋友 那事实上他虽然第一份工作是在雅虎 去负责这个邮箱 后来的话又去了一个叫易安信的这个公司 做CTO 首席技术总监 那但是在2015年的时候 马斯克有一次坐他的私人飞机 下飞机 就是他终于向他发出了邀请 他说你愿不愿意来特斯拉 我们要在中国销售 并且要在中国建厂 任宇祥就加入了这个特斯拉 然后他就邀请了他的另外一个同学 那现在的话是中国区的这个总裁 那任宇祥和中国有非常多的渊源 所以马斯克这个人因为他是一个美国人物 所以你会发现在某一个时刻迅速拉近 就跟我们自己有非常非常多的关系 其实马斯克我觉得他也是一个移民 对于美国人来说他是一个移民 后来的话他和因为他妻子是美国人 所以他后来就申请了美国护照 所以他严格意义上 他现在已经是一个美国人了 而且他已经完全融入了美国的文化 美国的商业 美国的生活 他的认知 他的历史 他的语言 也已经非常美国化 他也成为美国文化的一部分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那任宇祥是一个中国孩子 但是他的大部分的工作经历 或者是他为这个社会做贡献的很多方式 也已经融入了美国整个社会 他在特斯拉工作了五年之后就离职了 离职之后的话 后来他成立了一个家族基金 我们其实可以找到这个家族基金的这个网站 叫叶银和仁宇祥家族公益基金 在这个上面呢 他向那些科研和高等教育的孩子呢 做资助你可以在上面填表 那我觉得挺有意思的 他在上面 其中任宇祥在接受访谈的时候说过这么一句话 他说没有宾大和众多捐赠者给予的慷慨资助 我不可能顺利的完成学业 对此我心怀感激 他在读本科的时候 像是他来自于普通家庭 他觉得说自己没有办法 承担像宾大这样长青藤的 这种美国私立院校的学费 所以他后来 他现在就开始去资助其他的一些孩子 我看到之后还挺感动的 当然我觉得他的财富自由 很有可能有大部分的原因是来自于 他参与了这些公司 包括雅虎啊 或者是特斯拉这些公司啊 所以很有意思 就是埃罗马斯克去加拿大 再到美国的整个这个 就在他青少年 从加拿大再到美国 是他人生的一个非常重要的 场景和环境的转换 我觉得 这个对于他后面的成功 以及他人生的故事 有至关重要的影响 如果我们在这个自传当中 有时候你要找一到人生的轨迹 我觉得在这里的话 你可能要停留一下 马斯克在 大家知道 宾大是在东部 所以后来的话 他决定去加州 实际上他那个时候 已经申请了斯坦福的研究生 但是他这个时候突然想创业 可能想赚钱 所以他就跟他的斯坦福的导师说 我现在要去创业 如果我失败了 我就重新回斯坦福 读研究生 他的导师非常喜欢他 就答应了 但他答应他的时候 他自己心里面默默的想 可能说 马斯克再也不会来斯坦福了 那确实后来他没有去斯坦福 那马斯克创立的第一家公司 叫Zip2 非常有意思 Zip2是什么呢 他和他弟弟Kimbo一起创立的 Zip2非常像马云最早的时候做的这个黄页 最早的时候 他拿到一本这个电话本 他觉得说现在已经是 马上就要进入互联网时代 那为什么还需要翻黄页呢 所以他首先是想把这些企业的联系方式 编到一个程序里面 后来的话像他改变了创业的方向 就是他把所有的公司做成一张地图 然后让这个服务卖给其他的对公的企业 那当然马斯克的第一桶金 来源于这次创业啊 然后他创业的时候得到了一些 父亲和他妈妈母亲没业的支持 他爸爸给了他两万八千美元 还有一辆车是他爸这个五百美元买的 然后他妈妈从加拿大给了他一万美元过来 有一段时间他创业的时候呢 他根本就没有钱就是刷他妈妈的信用卡 我们把这种都称为车库创业对吧 在美国有很多公司 包括我们在讲这个乔布斯的时候 有一模一样的这些经历 非常幸运的是他们的公司在四年之后 1999年的时候卖给了康百 然后他们兄弟俩一共有百分之十二的这个股权 然后他卖掉之后的话 埃隆在27岁的时候得到了两千二百万美元 这个时候他就成为了千万富翁 他过上了一段这种很突然暴富的 暴发户的这个日子 比如说他和他女朋友一起买了一辆一辆一百万美元的 这个麦凯伦F1跑车 有一次他带着一个投资人开 他想向对方展示一下这个跑车跑的多快 他实际一踩油门 结果这个这个车竟然断尾两截 还好他们没有两没有受伤啊 这个非常展现马马斯克的这个个性 就是他一定想体验一下一个车的极限 他一定要失败之后才知道极限是在这个地方 对风险的容忍度极高 他的第一次创业之所以成功 第一部分跟这个互联网的这个浪潮有关系 第二个的话和硅谷极大的这种风险投资的这种丰富性 有很很大的关系实际上他们兄弟俩最后的这个股权只有12% 其中大部分的股权都是风险投资人拿去了 然后他的套现退出也跟当时的这个互联网 就是其他的互联网公司对于这种小型公司的这个支持 对他们的技术的可求非常重要的关系 但第一次创业之后马斯克是完全停不下来 他可能几个月之后他就觉得非常无聊了 所以他马上就开始第二次创业 他的第二次创业实际上是一个类似于 类似于像支付宝这样的网上支付 当时叫x.com 那和他一起做的非常成功的另一家公司是彼得蒂尔的paypal 所以后来他们就决定合并两家公司合并 并且用了paypal这个公司的名字 过了一段时间之后由于这个马斯克非常不善于管理 所以他把所有的人都得罪光了 在他有一次出差的时候呢 他的同事就密谋策反 所以他回来的时候就发现自己已经被董事会 踢出了管理层 他非常伤心甚至暴怒 但是后来有一段过了一段时间之后 他就这件事情他就接纳了 就当他这件事情已经目以沉舟的时候 马斯克是完全能够接触现实 并且和曾经这个策反背叛他的那些人 后来重新成为好朋友 我们把他身为叫paypal黑帮 那这些人后来在他创业当中还有长时间的联系 2012年的时候paypal呢 以15亿的价格被ebell收购了 就有点像我们现在支付宝了 然后马斯克得到了2.5亿美元 那这次第二次创业的话 他当然想那肯定必须得玩点大的 所以他第三次创业就选择了一个 让人觉得匪夷所思的一件事情 在那个时候的话 他经常和一些这个太空或者是探险的人 有很多的交流 所以有一次的话他就突然发现啊 他觉得火箭很有意思 他去和一个朋友就去了俄罗斯 准备买买一个火箭 这个真的出现在我们电影当中 很多军火商就去直接俄罗斯 但是在俄罗斯由于价格太贵没有弹笼 而且他对方不断的羞辱他 他觉得很生气 回国的时候呢他就想 我们能不能自己去造火箭 结果他身边所有的人都说 失败的概率很大 那这个是让马斯克特别兴奋的 如果一件事情失败的概率很大 那这个就是他正要冒的险 那事实证明未来10年20年的时间 马斯克因为创办这个SpaceX火箭公司 受到的苦啊 经受的这个磨难 可能比他先前创立两家公司 都要多得多 SpaceX创立是非常不容易的 因为在这之前 比较没有私营公司去运营太空业务 这个不可想象 他有一个幸运的地方 是因为他在美国的话 我觉得对于一切叛逆的事物 有相当高的容忍度 如果是在其他的国家 不同的体制和不同的文化 我觉得这个绝对是死路一条 那SpaceX被马斯克这个 这个这个创建之后啊 做了非常多的匪夷所思的事情 比如说马斯克将火箭发射的成本 降到了NASA 就是美国国家和政府机构的 大概十分之一 而且到了十分之一后 马斯克可能还有办法 能够再降十分之一 那这里面有一些这样的细节 就是关于他成本的减少啊 我给大家读一下这里面 就是原文的一些小的段落啊 193页在讲马斯克是怎么把这个 这个SpaceX的火箭成本给降下来的 他说马斯克省钱的一个高招 就是质疑团队提出的这个购置需求 他问手下 为什么要花200万美元造一对吊车 来吊这个猎鹰9号 然后同事向他展示了空军规定的安全条例 这些条例大多数都是过时的 然后 这个莫斯戴尔 成功的说服军方 就是马斯克要求他的同事 说服军方修改这些条例 然后他那个启动机只花了30万美元 你看从200万美元直接降到30万美元 然后 几十年来成本加成合同 让航空航天业对成本控制问题 莫不关心 就最早航空航天业啊 他把一个合同交给另外一个公司 比如说波音 他就你先造着造完之后 你就告诉我花了多少钱 然后给你加20%的利润 那波音其实对于成本是完全没有概念的 就你你规定有多少安全最重要 你规定多少 我就我不断的把成本加上去 比如火箭上的一个阀门 比汽车上的类似的阀门要跪30倍 所以马斯克就不断的要求他的团队 从航空航天领域以外的公司 采购零部件 所以实际上他最喜欢的一种材料是什么 不锈钢 他有一次他就问他说 这个火箭 外包装 箭体 为什么不能用这个不锈钢 不锈钢最便宜 而且强度非常高 如果他冷却的时候 他的这个硬度还可以再增加50% 其他人都觉得匪夷所思 从来没有想过这样的问题 但对马斯克来说这都不是问题 NASA在空间站当中使用的一个门栓 一个就要1500美元 然后SpaceX第一工程师 他就把这个浴室隔肩上使用的这个插销改造了一下 做了一种避锁这个结构 成本只要30块 然后一个工程师到马斯克办公室的隔间 告诉他列元9号的这个空气冷却系统要300多万美元 然后他就扯着嗓子 问他旁边的那个总裁 肖特维尔 他说家里一套空调系统的成本是多少钱 他这个总裁告诉他说大概6000块 然后SpaceX去用一些商用的空调设备改造其中的棒 然后就把它用在了火箭的顶部 这就是马斯克非常非常狠的地方 所以马斯克总是有一个他创造出一个概念 叫白痴指数 叫EDIOT INDEX 就是要计算 他会去算某一个制成品和他的基本材料的成本告诉多少 比如他在SpaceX去问说你们一个墨林发动机向外采购多少钱 但可能对方告诉他是1000万美元 他就说你这个多重啊 就你这个比如说你才30公斤 那特斯拉的这个发动机3公斤 为什么你的成本比他高出这么多 我们普通人可能会觉得说那你火箭嘛 你的技术更发达呀 马斯克不是这样 我们在国内的话好像非常喜欢用 把它叫第一这个原理 第一性原理我觉得完全没有必要 马斯克不会用这么复杂的词 实际上在这本书当中 我们没有看到什么第一性原理这样的词 马斯克就是把它叫白痴指数 就是你是个傻瓜你都知道 就这么几斤铁对吧 几斤碳你就到底需要多少钱 所以最早他在决定电电池的成本的时候 也是用的同样的理论 当电池的这个产量越来越高的时候 到今天啊 这样特斯拉创立已经20年了 20年之后 他过去所想的那些非常简单的东西 都已经变成了现实 所以很多人都印象深刻 你就讲那些最简单的最质朴 人们最需要的东西 然后你给别人提供 然后你哎你这个事情就能做 一直做下去 我觉得把事情看到极致的简单 然后专注那些最对的事情去做 你可能活得更长久一些 大家这几天的话芒格去世了 芒格在投资上面给人带来的一辈子啊 他活了99岁 他可能在成年之后30多岁的时候想到人生的一些智慧 然后不断的把这些智慧一点一点累积 其实告诉人们的东西都非常简单 比如他说了一个 他说如果你要得到一样东西 最重要的是你要配得上他 对吧 你说我一定要找一个 找一个多漂亮的老婆啊 有多么贤惠 多么智慧啊 对你现在你得配得上他 对吧 你自己有多优秀 你才能找一个什么样的太太 否则你人生不会幸福 对不对 然后他还说不要跟猪打滚 因为这个猪会沉浸其中 这些都是很简单的道理 但是很很很很震撼啊 就就跟我我经常提到段永平也是一样 就是他说要走正确的路要找正道啊 白痴指数就是有点像把人的复杂的东西全部打掉 然后让人思考那些最简单的东西 呃特斯拉在创业的历史当中 做了很多这个惊天动地的事情 这些事情其实背后都有一个白痴指数作为支撑啊 这个还是非常重要的 马斯克的脾气当然非常糟糕 这点跟乔布斯可能过犹不及 呃他经常跟他的下手说 蠢透了再给我砍一半的时间 比如有一次他要把一个火箭立刻堆到这个发射台上面 然后对方告诉他要三个月 他就会马上告诉他说 给你十天的时间 我就要立刻看到火箭出现在这个发射架上面 那其他人都觉得不可思议 然后马斯克有一种扭转现实的能力 所有人觉得不相信 他都觉得是一定是可行的 而且很多时候不是所有的时候 可能百分之六十的时候 他说到的那个让人疯狂的不可实现的截止日记 都可以实现 他就是通过一次又一次的去扭曲现实 获得人们对他的信任和一种强烈的领导魅力 虽然他说的话是那么的难听啊 他在他的创业当中啊 他对于那些高度风险的这些项目 压上他人生所有的赌注 甚至他的生命 而他一次又一次的证明自己是对的啊 这个这里面有投入其中的那种心流 让人羡慕的那种成功的感觉和成就感 这个是很多人在读这个自传的时候 应该很羡慕马斯克的地方啊 他说服从狂热的紧迫感才是我们工作的原则 不管马斯克说的话有多么狂热 他说这个东西得多便宜 然后做多么 呃就是匪夷所思的事情 你都必须得认同 如果你在你在马斯克手下工作的话 有一次的话 呃这个火箭上面有一个有一个油箱被闪电击中了 啪一下打 然后上面就很多裂缝 还有这个鼓包什么的 然后要推迟发射三个月 这个叫马斯克说不要管这些 戴上锤子 然后敲一敲砸一砸 裂缝焊接好就行了 不影响发射 结果后来他们真的就这样敲一敲 然后就完全对发射没有任何的影响 有时候我们想起来会觉得特别匪夷所思是不是 特别在中国我觉得是一个 特别循规蹈矩的一个文化 我们在听到这些的时候 我觉得说太不可思议了 这怎么行得通呢 这根本就不对啊 我建议大家可以去看看这个书当中 大量的细节 大量的大量的细节 所以马斯克后来提出了一个叫五步工作法 一些人应该也知道 第一步就是质疑每一项要求 如果有人你告诉我一项要求 你先告诉我谁说的 这个人是谁 然后这个要求的原因是什么 实际上他要求第二项是 你要把你能删掉的部分全部删掉 你为什么要做这件事情 为什么要做这件事情 为什么要做这件事情 尤其是一些有名的人 更容易提出一些匪夷所思的事情 因为他觉得自己是善意 尤其要去质疑那些权威和有名的人 因为他特别容易在好心的情况之下 伸出很多麻烦来 所以他第三条叫简化 优化要加快周转时间 最后一条叫最后实行自动化 但自动化的话 他在特斯拉自动化的过程当中 你走过一条弯路 就是他曾经把所有的流程全部自动化 但是后来发现有一些部分 实际上人工要更加快一些 所以后来他又忙着把所有的机器人全部扔出来 有一些机器人因为太大了 所以他们为了在特斯拉的工厂里面 开一个大洞 开一个窗户 就直接把那些机器人又全部搬出来 然后马斯克的五步工作法 是他在所有的不同的公司里面 同时实行的 如果你跟他在一起工作 你不知道他的工作方法 那你肯定死定了 你一定要先去补课 对我现在想起来 中国特斯拉这个总裁的名字叫朱晓彤 朱晓彤在新西兰读完本科 在美国读的研究生 实际上他加入特斯拉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理由 就是他喜欢马斯克的这个工作方法 就这种很刚性的很内核的工作方法 是朱晓彤特别喜欢的 他在中国的特斯拉 他的办公室就在工厂旁边 没有自己的独立办公室 就是一个工作台 而且工作台很多时候都是站着 大部分时间就直接冲到现场 马斯克在特斯拉这个产能低域的时候 就是每天都在产线旁边转 有一次他看到一个人在冷却这个钢片 然后他说你花的时间太长了 这个工人就不同意他的要求 他说这个冷却是需要时间的 然后他说这是物理规则吗 实际上你不锈钢的冷却时间不能超过一分钟 明白 然后他走的时候告诉他说 必须把时间减到59秒以下 否则的话我就会过来帮你把这个事情给改了 就马斯克是完全在一线的 所以我 他是一个很接地气的人 就是他先要把很多不合理东西全部删掉 哪怕你之后再加回来 他说如果你加的东西少于10%的话 说明你删的还不够 就是你一定要多删 删到后面你发现有很多是不能再删的 你要加回东西超过10% 他说这个才删够了 否则工作当中有大量东西是值得质疑的 像他后来的话用这个方法 还去改造另外一个行业 就是太阳能 他的表弟在南非的两个表弟 就是梅耶的双胞胎的姐姐的孩子 我们在中国的话可能叫姨妈的孩子 他两个这个堂兄堂弟吧 然后创业 然后他就告诉他说 你们可以做一个太阳能公司 后来做了之后的话 马斯克觉得说 因为特斯拉的这个核心的理念 是要实现能源的这个清洁化 所以他觉得要有一个这样的公司 所以他就把自己表弟的两个 这个两个表弟的公司给收购了25亿美元 当时很多这个股民向他提起了诉讼 说他是因为是亲手的关系 所以才收购 实际上他在投票的时候是回避了自己的投票权 但他觉得这件事情有压力 所以他就觉得自己要去改造太阳能的这个领域 如果特斯拉能够像电动车 或者是像这个火箭发射一样去改造整个行业 马斯克唯一失败的就是他在改造太阳能屋顶 这件事情上没有成功 他也做了很多跟改造SpaceX一样的工作 他把这个20多个工人叫到他们家房顶上 然后跟他们一起装 然后提出了相当多的苛刻的要求 比如说速度啊 这个要不要螺酸呢 但是大概过了几个月他就放弃了这个改造 原因是什么呢 原因是因为太阳能屋顶 它是一个它是一个人力密集型的这个工作 就是你五个工人你只能装一个屋顶 实际上他收购这个公司之后啊 他换掉了四个负责人 就是你上去干 他提出的要求是要增加十倍的装载量 可是后来到现在为止 特斯拉在美国的这个太阳能屋顶 这个业务依旧不大 那这个书里面讲的是他一周也只能装三十个屋顶 这个我觉得这个量是非常非常少的 虽然这个马斯克的要求是要装一千个 但他没有实现这个目标 后来他慢慢的对这件事情的这个热情就减少了 所以我们在看特斯拉 就是看马斯克对于行业的改造 他的冒险 他的不循规蹈矩 可能我们有点想起了这个乔布斯对于电脑行业的改造 但是你一定要知道 在这两个巨人身上 他们所从事的这个行业是有相似性的 有一次他有一个儿子跟他说他不想再上高中了 马斯克说可以 你自己想一想你自己喜欢做什么 然后他儿子真的就不上高中了 不去上高中之后 后来他就好像是找了一份编程的工作 但是三年之后的话 他还是申请到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大学 这个跟美国整体的教育环境 或者他孩子所拥有的资源有一些关系 我在这里看到的当然是马斯克 他应该也是有很好的教育的理念 但是马斯克那种不近人情 那种极其苛刻的东西 是不太适合在教育的领域当中去展现的 这是马斯克的创业 他的这个白痴指数和五步工作法 但是我相信对于其他行业的人 应该可以带来非常多的启示 马斯克的这个创业毫无疑问是非常成功的 我们可以总结一下他几个公司 以及他的这个个人财富 他一度的话是世界首富 他曾经比最高的时候 他的个人财富有两千多亿美元 远远超越了这个亚马逊的创始人贝索斯 现在的话因为因为特斯拉的这个市值下降了 现在特斯拉这个市值已经到了7700亿了 所以他的个人财富也已经下降了不少 但是我我觉得他可能还是属于世界前一两位 马斯克的公司除了特斯拉之外 SpaceX现在的估值有1000亿 虽然他还没有上市 然后推特的话是他在2023年买下来的 花了440亿 此外的话他建立了一个公司叫Boring Company Boring这个单词在英文当中生活当中就叫无聊的意思 但实际上他有另外一个是叫转井的意思 另外的话他有一个神经脑接口的这么一个公司 叫Neuralink估值是10亿 这些公司加到一起 他已经远远超越了一个常人能够掌握的地步 就是他我不知道他是如何能够担当所有公司的CEO 实际上他是一个精力极其充沛很忙 另外的话他也并不跟很多人保持很好的这个关系 比如说他跟毕业盖茨就很不对付 我今天刚刚看到一个消息 他在接受一个访谈的时候呢 怼这个迪斯尼的CEO 在业界是非常有知名度的爱格Bob 他说如果你用打广告来威胁我的话 他当时说了一个非常粗鲁的词 非常粗鲁的词 他说go fuck yourself 然后所有的新闻就全部出现这句骂人的话 马斯克就是这样一个就口无遮拦的人 他就想到什么就说什么 他是非常真正的去表达他自己的观点 所以他很不喜欢特朗普 特朗普发言的时候他自己默不作声一个人就走开了 他唯一有好感的可能是这个奥巴马总统 然后他对于对于名人对于环境是很多是完全无感的 对于他来说他只是只有他自己的感受 他不会为他不喜欢的东西而屈服 这个所以你有时候看到马斯克现在会接受很多的访谈 你还是能感觉出来在他的这个很多表达当中有真诚的一面 这是很不容易的 我在读这个自传当中啊 我知道他的商业的细节是非常多 像我一直在想一个问题 就是如果马斯克换一个环境 他还能保持同样的成功吗 像在读这个书当中我寻找了很多的细节 其中有很多我印象非常深刻的就是马斯克这些 很叛逆的地方他到底就是承担的什么样的结果 在2010年的时候啊 有一个这个发动机他在发射火箭的时候 有个发动机的阀门被卡住了 后来马斯克他说改一下代码就可以了完全不用修 2023年的时候呢有一些这个股民向他发起了集体诉讼 说他在推特上面的发言影响了他的收益 但是后来法庭判定他不需要承担损失 然后2020年的时候有一次在发射一个火箭的时候啊 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告诉他们说天气不符 天气不适合发射让他们取消 后来他又说我的模型当中天气是可以的 但是呢这个FAA就是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说不行 然后他们一个主管当时就在那个现场 然后就看了一下马斯克 马斯克就点了一下头 然后对方就一按按扭就直接就发射了 后来的话FAA呢就对这件事情进行调查 要求他们停止两个月再做发射测试 但是没有其他的更加严厉的惩罚 然后在新冠期间 加州政府要求所有的工厂必须停工 马斯克他说我不服从 要求工人必须上班 后来其实也没有受到非常严格的这个惩罚 所以我在看整本书的时候 我一直在寻找就马斯克在探索边界 在叛逆的时候周围的环境 跟他互动的方式是什么 我后来得到一个小小的一个大概有一些小的启示 就是马斯克如果换一个环境 不可能获得这样的成功 让我非常感叹的是什么 非常感叹的是 就是这个环境和马斯克的成功 有一种相得益彰的互动 如果缺少这个环境 只有马斯克这样一个人 你会发现他不可能获得这样的成功 但是我们说比如说苹果 在全球的手机行业当中 70%的利润都是苹果收获了 比如说我也问为什么美国 他能够产生这么强的这个经济的收益 实际上在我身边我看到大部分人都是普通人 都是懒散的普通的美国人 如果你要问他一些高大上的东西 他不知道很多人上班 其实上就是如果和中国人的这个勤奋相比的话 他们完全不值得一提 很多事情推进的速度也非常慢 但是为什么一个普通的美国人 还有能力享受高质量的生活 无论是从他们的居住条件 行车天气以及食物安全感 这些到底是怎么得来的就是他真的是在剥削全球的人吗 他怎么去赚到这些钱的就一个普通美国人 他怎么能就刷盘子或者是当这个超市的收音员 他怎么能够去换得他这个有安全感的生活 我后来观察到一个现象就是美国的很多企业在赚全球的钱 除了谷歌Facebook也有像苹果这样的企业帮股 当然包括特斯拉 那特斯拉的工厂在中国 我相信中国工厂里面的流水线的工人 他们虽然喜欢那份工作也是自愿选择 但是我相信和特斯拉相比 他们赚到的应该是零头的零头对不对 所以美国的这个环境激励了一批又一批的这些创业者去发挥他们的激情 马斯克其实不能说是一个我刚才说肯定不能不能说是一个完美的人 甚至你不能用一个就他是一个让人很舒服的人不是的 你应该说他是一个矛盾冲突强烈的人 他是一个奇怪的人 他是一个很peculate 也不能叫独特 他就是一个非常非常奇特 可能很烫手 但是他炙了的这个火焰在美国这个环境下刚好得到了承接 所以他的能量发散出来之后给很多人提供了温暖 这其中包括特斯拉创立之后这个商业带来的所有的这些汇集他人的这个福祉 这一部分是世人喜欢马斯克感谢他的非常主要的原因 我们并不是说他这些很乖张很很不近人情的个性有多么值得提倡 但他所带来的这些商业所带来的进步是非常让人打动人心的 也是非常非常值得去提倡的 今天呢我还意外的看到了一张图片 1978年11月24号 安徽凤阳县小港村18户农民决定分田包包产到户 现在已经人们已经完全不知道这些村民在一起为什么要按手印 并且说如果坐牢杀头心也干 如果我去坐牢或者我死了我的孩子由全体村民抚养到18岁 你看这是一张什么样的纸 其实这些村民和马斯克他所承担的风险是一模一样的 就是当所有的土地都是集体的时候 你难以想象这些人私下商量就把土地分给个人了 但是大家知道这件事情的后面的结果是什么 中国开始了轰轰烈烈的包田到户 实际上我自己就是这件事情的受益者 因为我出生在1979年 我出生之后的话由于分田到户 我的爸妈妈有了自己的土地 那他们就我们就没有再挨过饿了 那我妈妈在她小时候是经常挨饿的 然后我出生之后由于这样的创新就没有再挨饿了 所以这个世界进步可能是由于小部分人推动的 但是这些推动的背后一定有一个宽容的环境 如果我们去看马斯克传这本书的话 不同的人在这里面找到东西是不一样的 我是深深的为马斯克的商业上的这些创新 叛逆和打破常规感到非常热血沸腾 而且我也会去想哪些是可以打破常规的 希望我们也可以做到一些让这个世界很刮目相看的东西 那我们读这个自传就非常有意义了 那我们今天就分享到这里 谢谢大家